来看看伊朗 在伊朗的课题里 就在上次大使馆被攻击了之后 究竟怎么反击 还来了几反击 又越来越多 这是来自于叙利亚的消息 以色列的紧张局势 又有八名亲伊朗的战士 在持刀攻击下丧身了 所以不断的在伊朗这一方 一直有不同的伤亡 因为是遭到所谓的 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杀害 两天之内 这个地区的亲伊朗的武装分子 第二次遭到致命的袭击 甚至丧命了 伊朗表示 我最严重的一个交通封锁 我要关闭荷姆斯海峡 把以色列的存在视为威胁 这是哈梅内伊朗最高领导说的 以色列必须因为叙利亚 大使馆袭击事件受到惩罚 伊朗海军司令也继续讲狠话 他说以色列来到了中东 不是为了经济 而是为了安全 还有军事 是对我们构成威胁的 我们认为有必要 可能会关闭海峡 这可能对于伊朗的冲击跟影响 是什么呢 如果匿名的西方官员就说了 以色列最近几天 一直在进行空军的演习 其中包括准备要瞄准 伊朗核设施 或其他的关键基础设施 如果伊朗的报复性袭击 直接攻击以色列的话 他就会直接干脆回击 就往这些核设施 那个是一发不可收拾的 这样的状况 可能要发生了吗 而伊朗跟以色列最严重的紧张情况下 在外媒的报道里的 核大象就在房间里 这个核大象 房间里的意思是什么 随时都可能就会 不小心就动了 就开始产生更大规模的攻击 因为以色列还在继续扩大 对伊朗的官员 军事外交的攻击 那伊朗要逼到什么地步 他们喊话一直在呛的 为了生存的威胁可能会做到什么地步 现在是连美方西方社会都很紧张 而纳坦雅虎的处境当然艰难了 包括跟土耳其的贸易制裁 要以色列说要报复的 这个土耳其因为加萨冲突宣布 大家国际社会在人道上 联合国的这个 要求主张停战的消息 土耳其也是说以贸易来 威吓他赶快停止 但是以色列说我要报复 他没有改变 同时美国想要当核数老爷 一直不成功 包括布林肯说 以色列跟美国官员 下周就可能针对 去攻击拉法的事情商谈 在我们会谈之前 以色列应该 应该不会入侵拉法 其实他也没有把握 甚至有个独家消息说 出于对两亿战争可能会有担忧 伊朗的高级官员将来去访问美国 是要跟美国谈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吗 就是伊朗外长准备在4月18号 将会到相关的问题的 相关核心的单位去了解 而美国据了解 已经核发了入境签证 所以美国也不一定 在以色列这一边的时候 而伊朗却又有被发现说 是不是把武器给胡塞组织的 这些武器 现在美国把它没收了 说我们要把它直接转交给乌克兰 里面包括了5000多支的步枪 手榴弹 机关枪等等 注意武装4000人的旅持是很大 所以担心又会不会再激怒伊朗 现在关系是真的剑拔弩张 对于伊朗的反击 没有谁有把握会到什么程度 教授 中东地区的战火 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担心 真的是一触即化 因为如果说真的是爆发了 更加激烈的冲突 或者是冲突一直恶性的往上盘旋的话 当然一定会影响两个层面 一个就是金价 金价已经连涨7天了 如果在这样子一直蹒跚上去的话 金价的涨幅度就会更大 因为很多国家的政府 他们都在做避险的工作 第二个就是油价也会更加飘涨 油价一飙涨的话 很多国家的政府 他们努力的要控制这个通膨 可能他的努力就会付出会进了 对美国的联总会来讲 对欧洲他们的央行来说的话 因为目前他们都一直希望 能够降息来去控制 他们目前的通膨 现在的情况 看起来是越来越不理想 那伊朗本身也面临的压力 是越来越大 就是说他国内里面 要求要报复的声音很大 甚至最高的领袖 已经下定决心就是一定要报复 那问题就在于怎么报复 向谁报复 那当然优先对象就是以色列 其次就是美国 那美国的歧视对象是往后一点打 还是只要给美国施加压力 说因为你支持以色列 所以我就不得不把责任算在你身上 可是你如果不再支持以色列 那我们之间的这笔账 我们可以账款 或是好算来说 那所以他就要把他的力量 集中在对以色列 对以色列要怎么打击 那像目前有各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是认为说 去攻击以色列在海外的大使馆 所以以色列现在的大使馆 都保持高度的警戒跟关闭了 尤其是在安全上 比较难以维护的情形下 他都关闭大使馆 那就是让馆内的人越少越好 这样的情形就是减低他的杀害 二方面他担心的就是 他的本土内遭受到大的攻击 目前已经传出来了 就是说伊朗已经大量的 在运送他的军事物资 所以你才会看到说他们能够拦截到 一批胡塞组织的这些清兵器 因为他的武器里面 比他重兵器的是往叙利亚 也就是他走陆运 也就是从伊拉克到叙利亚 另外有一部分在往北走 就到尼巴伦 这个部分里面是放到叙利亚 跟尼巴伦来对以色列进行攻击 所以目前的军事行动 已经在开始产生动作了 二方面透过海运那么往这个叶门 在走的时候 我们看到美国拦截的这一批里面 他们就把他送到乌克兰去 这个当然对伊朗来讲 你就是非法 你就是强盗占领我的东西 很有可能伊朗会报复 好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这样子 是伊朗如果开始攻打 更火力更大的去攻打以色列 以色列一定会反击 而以色列已经不排除 会直接攻打伊朗的核设施 现在的情况是 不知道伊朗的核武器 发展到什么阶段 过去在联合国的原来委员会里面 是说它的60%的轰度的浓缩 又是已经有了 但是还没有到80%到90%以上 可是问题是60%也可以做出核弹 只是说它是属于脏弹类型的 还不到这种纯釉的这种核弹的类型 可是脏弹也是有放射性的 它本身也会构成杀伤力 所以目前来讲 国际间大家很担心的就是 伊朗假设把这个脏弹 用来丢在以色列的本土 以色列这种国家 它也会毫不迟疑的 把核弹直接丢在伊朗的本土上 那是不是中东先爆发核打击 那伊朗现在又主张就是说 如果它的政权 或是它的国家安全上面临威胁的时候 它不排除就封锁 这个赫尔木斯海峡 这个对于中东地区逊尼派来讲 就影响就很大了 对全世界的油价影响就很大 所以我觉得 目前中东这个地方 真的是一个火药库了 确实是有很高的风险了 红海危机完没完没了 又有另外一个海峡可能要被封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尾巴冲突没有停 但是伊朗扬言要做的报复行动 现在危机缺缺越来越高 因为以色列也准备好 回击的话针对的就是核设施 这样子 这整个中东目前的形势 比俄乌战争更可怕 因为美国可以控制俄乌战争 只要不给钱不给武器 就结束了 所以美国是可以控制俄乌战争 可是现在目前 中东的情况现在完全出失控 失控的原因是 全世界都是美国的小弟 但是只有以色列是美国的老爹 老爹 是老爹 你看 所有美国对以色列的话 讲得多客气 对吧 为了他可以在联合安理会里面 试试连试火贼 所以这样的情境里面 看得出来 这一次以色列是有计划的攻击伊朗 目的就要拉美国下海 因为只有拉美国下海 这个事情才会让他 混水能够摸到一条鱼 所以他越把美国下海 那美国现在吓死了 美国下水原因是第一个 他现在不能下海 他下海 他大概两面作战 他说不来 还要选举吗 更可怕的是十月份就要陷阱 一处理不好他赔钱 对吧 所以对他来讲起来 他现在是一个头八个大 可是伊朗被逼到墙角了 伊朗能不回应吗 伊朗不回应 那大概所有的当前者 大概就拜拜 因为你这个政府是不可信了 你平常讲了那么多 被他打到这样子 你不可信 所以伊朗也是想办法不要发生冲突 因为冲突对来是压力很大 所以他也提了一个诞书 那只要你美国 只要你能够接受安理会的那个 停我协议 那我可以 用我这个来换回这个 那这个对 对这个谁讲 对以色列讲 这个停我协议 他对以色列一点用处都没有 你们联合国决定你们联合国 他不听就是不听 不是 联合国到现在还进一步 各种制裁行动也没办法产生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会失控的 失控的 最后的原因是美国压制不了以色列 唯一的压制 大概只有一条路 就我要支持以色列 但是我可以不支持纳坦辽武 这个是大概唯一可以做到 就是透过美国政治操作的手法 把它搞下台 那这个事情可能会有反转 那美国会不会这样做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也清楚 不管这个战争有没有发生 石油一定现在正在飙涨中 就会不断的飙涨中 这个一飙涨对美国现在痛苦很大 因为他现在抱着美元 拉不出去了 因为他美元升息了这么久 升息了到现在为止 手上一堆美元 现在降息不敢降 又出不去 那整个的石油又上涨 你说美元绑定石油的这一个 是不是又是最后一根稻草 会被干掉 整个世界正处在一个危机的变化当中 这个卫爆弹实在太多地方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在伊朗跟以色列的冲突里 为什么外媒会形容说 就好像核大象 一只会引爆的核大象 就在你的房间里 那么的迫切跟那么的危险 其实以色列这个国家为什么可怕 就是我们自己 中国的古书以前讲 就是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 可是以色列是现代真正实践这个 只要得罪了以色列 你逃到天涯海角我都弄了 所以你看那时候他们去抓那些 二战的那些纳粹什么 到天涯海角到处去找 想办法把他找回来抓回来 然后审判 他们就是这样搞 同样的 以色列为什么 以色列的恐吓通常比一般国家 比美国的恐吓都恐怖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真的会干 他真的会干 你看伊朗已经被他弄过好几次 现在大使馆也被他炸了 然后现在又出现这个状况 你说一而再而三的 第一个伊朗人民已经快忍受不了 伊朗人民如果开始忍受不了的时候 伊朗的政权就会开始动摇 如果他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的话 伊朗的政权怎么压下去 搞不好他们自己内部 都要出现状况 所以伊朗必定要做出回应 本来我认为伊朗打算的 应该还是用这种代理人的方式 找争阻挡或什么 我把一些武器什么东西提供给 让你们去打以色列就算 至少让以色列遭受一点损失 可是现在以色列摆明 就是直接去弄伊朗 这个东西 当对方一而再再而三 是直接对抗你的时候 伊朗如果还是用代理的方式 你没有直接对抗他 那就很危险 你的威望就会被人家压过去 所以我觉得以色列现在的动作 是不断地在逼死伊朗 做出更积极的动作 那伊朗为什么威胁要 封锁荷姆之海峡 就是要让其他的国家 去压制以色列 因为他一旦封锁了荷姆之海峡 大家都不要出去玩了 全部都被困死在里头 还有货运 所以他希望这些国家给 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 但是我必须讲 这一招其实不见得会有用 因为以色列只有一个 就是只要美国人听我的其他 我都不管 他基本上就要 你看从加萨走廊发生到现在 他就是一直咬死了美国 然后只要美国支持他 他就是持续这样做 到现在还要研究 怎么进攻拉法 虽然现在美国是说 布林肯是说 我们还要再研究还不一定 我认为以色列一定会打 因为对他来讲 纳带亚胡其实没有什么退路 因为他如果不打拉法的话 那接下来 他现在军队大陆飞 已经撤回国内准备了 听起来布林肯也不是很有把握 只是应该 应该这个时候不会 布林肯也不确定 纳带亚胡会被听他的啊 而且在我看来 应该是不会听他的 他爹讲话的 他儿子能干嘛 是啊 所以这个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状况 因为以色列如果持续 这样弄下去的话 伊朗到时候真的反击 你知道全世界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两个核武国家 直接对抗 这恐怕会成人类史上第一次 而且都是hold不住的